好 再来看到两千空九年的无人客红台 面一个年已经在10天的时间 高雄山林大爱彩虹生产合作社 在八百红灾过后就来成立 在这里的工作人员 大多数都是宿舍的家庭主婦 他们都做一些这些卡帮来探生话会 你为了让他们的工作室 可以顺利来转行 有没有这些企业会是做会来做爱心 总共是管了三十八台的检查 让他们可以把这些卡帮来做得更漂亮 以后也可以教人如何做 让平庸基民学到技术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 在台阶台湾带您来看看 专注眼神一针一线 缝纫出工法细致的布包 他们是莫拉克风灾后受创家庭的妈妈们 自发性成立缝纫合作社 靠着制作布包赚取生活费 后面会有我们的材料跟我们的一些配件的部分 几年下来已经有七名社员四名行政人员 他们自创品牌生产提袋 背包化妆包等商品 全是拼布交接缝制而成 可爱又有特色 不过因为现有设备 无法车缝较厚的布包 这个消息曝光后 中卫发展中心号召台科大校友会 及福伦社等企业单位 共同捐赠三十八台工业用缝纫机 总价超过百万 请个妈妈来自柬埔寨 我们付农组的客家女性 这样的一个让人感动的一个团体 旧产业资源来帮他们鼓励 大概缝纫生产的作识 要扩大它的角色 来对我们迎进九乡镇 能够用一针一线 用爱串 能够让这几个乡镇 展现在身的活力 有了工业用缝纫机 未来将成立缝纫直讯教室 开班招生 帮助偏乡居民 习得一技之长 10年前莫拉克风灾 重创南台湾 造成680亿人死亡 受创家庭的妈妈们 集结力量 更在爱心捐赠下 要让手作方转型成功 透过缝纫培训 解决缝纫人才断层问题 也增加偏乡就业机会 将走过创伤的布包 分享给更多人 明示新闻综合报道